但是我肯定是属于周老师 那个不太好的学生 因为周老师采访我 昨天的时候 我觉得是包含到今天上午 老师问我那种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是一种 道法自然的感觉 那个老师问我 今天下午的课程学得怎么样 我说学得我有点脑壳疼 我说为什么脑壳疼呢 因为两个原因 所以如果晚上见到我 不要惊讶不要意外 这就是事先有的安排 这是剧本是这么设计的 因为在家庭教育里面 包含他们讲到这个 就是培养领袖型的孩子 就是他们是有一种教育 叫质疑教育 质疑不是不尊重 只是这个东西 确实跟我冲突了 来我就在这里 作为开头点 讲一下我这两天 课程的一个收获 以及我觉察到 我自己的那一部分 因为我觉得这个 对大家收获非常大 好 还是不好 我记得第一次 在尼泊尔时候呢 老师就讲了 没有因果报应 只有因果平衡 然后这个世界上 也没有那个地狱啊 恐惧啊 有些东西也是被创造出来的 我虽然不是宗教徒 但是我那些世界呢 总觉得 老师有一些恐惧是好事 我就有点装牛角尖 我说打个比方啊 我正在这个 叫做山崖边走 因为我无有恐惧 碰 我掉下去了 但是因为我有恐惧 第一个 我不会走到悬崖边上 第二个 如果我真的要走在悬崖边上 我一定会走在悬崖边 自认为安全 不会掉下去的位置 我说你看 这样我就活得久一点 就老师说的那个 跟我理解的不是一个意思 用一句话说就是我杠了 但我不是杠金哦 对 然后我再给大家打一个冲突 老师今天讲有一节课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 我是感触特别大的 那句课是这么说的 就有一个人说 什么是执着 什么是不执着 我就发现 我是一个非常我执的人 是的 回答的真好 这就是我给大家打个字眼比方 大家都听过 周文强老师 录了一篇西马拉雅 叫做杨老师篇 有听过的请回首 大部分人听过 那就很好解释了 老师说他身边就有一个 符合成功的特质的人 然后就讲到我的故事 然后顺便讲到了就是 我们奶奶过世的时候 我在荷兰老家 然后那个 我摔倒了 鼻子也这个撞得 有点差点毁容了 对不对 然后我是不是非常转念 然后我就觉得 幸好这个老师那么爱漂亮 幸好摔的是我 也幸好没有伤到孩子 公公婆婆年年也经不起折腾 我说所以只能是我了 对还是不对 那你们是不是觉得 杨老师特别励志 那肯定很励志的 就是我本来跟周老师 同时走楼梯的 结果他跳下去了 我以为我跟着他 我无意识的 我发现还差三个 我也掉下去了 结果我崴到脚了 崴到脚了以后呢 我确实脚肿起来了 那几天特别不舒服 肿起来的情况下 我还完成了游学 所以你们看到 有一张照片 杨老师为什么穿拖鞋 就是因为我崴到脚了 那个脚肿的已经 那个鞋子穿不下去了 你知道这个时候 周先生说了一句无敌的话 亲爱的 感谢你 你帮我们家又消灾祸了 我给气的呀 他还以为他在录成功片呢 我跟他说的一句话 就是你不懂能性 我说我破财消灾了 或者是我帮你们挡灾了 已经发生了 我接受这个事实 是非常好的 你来说 幸亏我摔了 帮咱们家挡灾了 那为啥不是你 证明你不爱我 我就会上身到你不爱我 能听懂的请回首 然后再告诉大家 最后回到 你看是我讲的问题 跟周老师这两天的课程 没关系 你们一定要去误 因为你会发现 钥匙是绝对不会跑题的那种人 就是你会发现 后面的关系是连着的 那我不知道 关是关于童年的事情 或者是小时候 小孩子的事情 我认为关就是 一生一世的问题 所以当我看到 短命关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妈呀 原来我不长寿啊 第二个就是 如果我不长寿 我应该怎么过我的人生 那我就发现 我要过到武汉 我要对我的孩子 对我的先生 对我的伴侣 对我的企业 以及我觉得我要为学员 负责这件事情 不是说负责吧 就是做一些更加有价值 有意义 能够更无我的事情 无分别性的事情 我就给自己计划好了 你晓得吧 但是呢 我就自己已经琢磨三天了 这个短命关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你知道吗 我有点憋不住 因为我在想 他到底啥意思 我就问我认识的老师 然后他就告诉我 哦 那个没问题的 那是小孩子的事情 我就回忆一下 我被水淹三次 差点淹死的事情 就有一次就 那个发完洪水以后啊 就是我堂姐和我堂哥 他们都会游泳 然后有一次呢 我跟我堂姐去抢一个救生圈 你晓得吧 就是游泳圈嘛 他们会游 那个游泳圈 我又是离我很近 我一定能够得到 就算我不会游 也没有关系 结果我就去够那个游泳圈 可能我堂姐都已经忘记了 但是 我堂姐调皮 她不想让我够到那个游泳圈 她把游泳圈给推走了 她游泳拿过去 她拿到了那个游泳圈 那你要知道 游泳圈被推走了 我要去拿游泳圈 我又不会游泳 然后又是发过洪水的那个河 扑通一下 我就掉下去两三米了 这按照正常的 是不是不该活了 命中注定就是 你死不了 绝对死不了 你知道发完洪水以后 老家那个河里啊 本来是长在岸上的大树 它现在长到河里面去了 我顺着那个树根 我就给爬上来了 上来的一件事 我就把我姐给蒙掉一顿 我觉得你那么自私 你拿着我的生命作为代价 这是一件事情 就结束了 第二件水里的事情 我同学 他调皮你晓得吧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就在水里趴在我的背上 相当于我要背他 他是给我愣生生压下去了 结果压到水里 我就没有起来了 我也失去知觉了 我也不知道了 结果我哥 扎猛子看到我了 然后他就跟我同学的姐姐 把我抬起来了 那我并不知道 是我同学压的我 我反正只知道 我失去知觉 被别人搞到水底下去了 上来我就开始骂我哥 然后到吃饭的时候 我哥无数次的曾经 不是我推的你 不是我把你按在水里的 我还跟我的所有家人奶奶 那个时候爷爷也在室 然后所有的家 就是他压的 他还不承认 如果不是他压我 就这么这么地 这是第二个水 第三个水 还有一次 就是我姐和我堂哥 堂姐堂哥 他们非常相信 他们的游泳技术 所以他们觉得 他们可以把我 从岸边的那个地方 然后因为发洪水 中间有一棵小树 那个大概隔两三米 他觉得相信 他们俩的技术 可以把我游过去 真的是游过去了 游回来的时候 我恐惧了 按着他俩的头 然后两个会游泳的人 被我认识在水底下 按的那个头啊 反正不知道挣扎了多久 我姐估计都快气死了 我哥做了全身的力气 推了我们一把 这样我们三个人都活下来了 就没有事啊 但是从此以后 我姐就给我挂了一个标签 你真知识 你知不知道你那个举动 还要害死我们所有人 但是我现在总结一下 我应该跟知识无关 这是本能 我压根没有时间思考这样 你俩会死 我思考的是 我如果不按针你俩 我会死 你看这么大的水灾洪灾 这是不是命中注定 一个就是营销鬼才的意思 所以我发现 我营销压根不用学习 是天生的 就是我特别有点子 有创意 有一些那个战略的 就是关于营销的 如何去带兵打仗 或者是如何经营企业 做商业计划 然后呢 但是他的反面就是 经常会经历一些凶险的事 非常奇怪 就是我弟弟每一次开车载我 不是车被锁轮胎 就是警察那个啥 甚至雪摘那一年回去的时候 别人载我也是 那个车360度转了个圈 后面一辆车横过来 就差这么一点点 然后我们的车灯 又撞到了那个带兵的那个桥上 就是差一点就翻下去了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 我弟弟载着我 也是突然在中途的时候 在一阳就开始下起了雪 就开始结成了冰 然后我弟撞了一辆车 去到那个三四米下的沟里去了 田沟里 然后四辆车相撞 然后那个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姐正在给我打电话 问我说到老家了没有 我说快了 我快了 并不是我挂掉的电话 手机就已经掉了 然后气囊就已经爆了 然后我们就已经四辆车相撞了 另外一辆车就被我们翻到 那个田沟里去了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只觉得脑震了一下的时候 那个田沟里的人爬上来 指着我跟我弟说一句话 你俩找死啊 就是我觉得有多幸运呢 就是你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那年我还发生我大胎 孩子已经就七个月在肚子里了 就这种方式 你还活在了这个世界上 我问大家一句话 从小到今天为止 你有发生过一些 确实这些灾害 重大到跟死亡有关系的 但是你从死亡 死神手里逃离过的情举手 说你们一句话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当你不死是你有死命没有完成 不要那么早走 要对得起把你倒下来 完成你的功课再走 能听懂的情灰手 所以我这里悟到的时候 我就发现 那我有什么样的特质 跟老师这几天的课程很冲通呢 我就发现我在人性的我之上是极致值的 就是我今天啊 尤其上课的时候 我对应我的人生 我发现我确实是这样 我的下属都已经放弃了 我非不放弃他 我后面总结出来了 摊上我这样的老大爷 确实挺不幸的 就每个人应该有每个人的人生 我记得老师跟我说过无数次 他想过那样的人生 你为什么不允许呢 我的价值观就是 你跟着我 所以你必须 按照我高标准的你要好 或者换一句话 我内心世界哦 就如果修课题 很多人来有这种 认识觉得自己有点笨的情举手 你看好多呀 我再问第二次哦 觉得自己有点笨的情举手 你们还举的更多了呀 那今天的课没学懂 来觉得自己有点笨的情举手 还有 来觉得自己有点笨的情举手 还有 来觉得自己有点笨的情举手 我告诉你 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你说我多聪明的人啊 悟性多高的人啊 我都已经告诉他 不允许说自己笨了 你越说会越怎么样 你的世界是你创造出来的意思 这样子一时创造一切 老是让你们放大自己的那个身影 大过整个宇宙 万物旁作 无以光其福 宇宙只是你巴掌里面一个在 你看到的动态的时候 你聪不聪明 你有没有智慧 你就是大到智慧本身 对还是不对 如果 你还说你笨 来 我再问最后一次啊 觉得自己有点笨的 请举手 不是你们这样是啥意思 那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非常神奇的事情 让你立刻马上了入真相 再不执着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的课程破了我非常大的我值 对我收获巨大 有一句话说 我有一些课没有 老师问我怎么样 我感觉我知道了 我明白了道理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很悟到 并且我压根一点都没有做到 你们肯定也有老师在讲的某个课程板块的时候 或者是有一个实修部分的时候 你们也是这样的场景 只是承不承认的问题 对还是不对 那我就讲一下我自己啊 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就顺紧明白了 杨老师的妆容好不好看 是我们的化妆师化的 我特意邀请他必须来到这里 来给他砸身鼓励一下 谢谢大家